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董事长 按照您的吩咐 我已经把小姐安排到实习生了 要让她多锻炼 尽快出学 明白了董事长 你知道吗 董事长的我们来公司实习了 那小美和杨子都是新来的 那她俩到底是谁呀 杨子 今天户外调研缺人 你去帮帮忙 还有晚上回来加班 把报表做一下 好的老板 户外电影觉得最辛苦的吗 外面又晒又热 老板怎么可能让董事长的女儿 抛头露面 还把任务都交给她 外面是抵兑杨子这个新人啊 早就看出来了 杨子其实 她的朋友全都是在公司 杨子啊 今天这些策务案全部做好给我 我今晚要出去约会 没空 你没事吧 你的工作凭什么我来做 你一个农村拿到土包子 连老板都看不上你 我跟你分配任务是对你的恩赐 你 吵什么吵 那老板杨子看见了 像什么样子 经理是他 我都听到了 杨子啊 你作为一个新人 要有团队精神 偶尔帮助一下同事怎么了 就是 明天这个策划方案 是要给董事长汇报的 要是做不出来 我要你好看 亲爱的 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吃饭 今天我想吃法餐 行 都听你的 嗯 这个方案做的不错 思路清晰 落地执行的可行性也很高 董事长 都是小刘的功能 我实际上拨了一下 不要啊 明天他误性高 是吧 我怎么听说 这份方案是新来的实习生 昨晚熬夜做的 不可能 新来的实习生对公司的架构 及资源都不清晰 怎么可能做出那么一份 完善的方案 董事长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啊 你放屁 分明就是你抢了我的方案 你别学给我喷人 做事事要讲究证据的 我们经理都能为我作证 你呢 我 我这还有我跟我爷爷的聊天记录 他可以证明 是吗 那你让你爷爷出来给你作证啊 爷爷你说句话呀 原来是你们俩啊 害得周晚 没有办法跟我孙女一起去庆祝生日 杨子 你是董事长的孙女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家不是中地的吗 你是说这个照片对吧 你要不要仔细看一下 这是哪里的田地 这个地方是上海 你家今天在上海本地有田 对啊 原来是董事长的孙女啊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你说我们有也不是太山了 打住 你们勾结同事 吸引起欺压新人 人重扰乱 公司持续 你们被持续的 传下去 以后这两个人夜间封杀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最近大家辛苦了啊 咱们下班去几个餐 餐费咱们大家AA 所以咱们各自准备点什么 什么嘛 跟老板对象还AA 老板那这次都别A了 我觉得那不行 我只是让咱们大家都有参与感 这是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这次咱们是路人 咱们大家就给予一下食材吧 我先说好啊 场地我来听 在咱们公司大院 晚上夜景一会 夜观星象 那我还是买些水果吧 我刚来公司还没开呢 去聚餐还AA 那我提前这几年小明星 送到公司们 咱们跟着吃 够了 那烧烤谁来准备啊 那我准备烧烤吧 行行行 那样子 你打算准备点什么呀 我 这都准备齐了 也不缺什么了吧 样子啊 你怎么那么扣呢 我一新来的还知道准备水果呢 大家好不容易也餐一次 你什么都没准备 你也好意思啊 那我给大家带一瓶酒吧 到时候一起喝 我平时还真是小窗戏 你这是扣的可以 我们这么多人 也带一瓶酒 喝几口就没了 没有 那一瓶酒有五升了 真的够咱们喝了 样子 你不会去拿了一桶二锅头来 哪有人也在喝二锅头的 果然是蹭你的土包子 样子 你到时候可别吃我们吃的 行了行了 大家都是同事 至于吗 没事样子 到时候你就吃我的 谢谢老板 样子 二锅头你就别带 大家确实喝不习惯 老板 我带的不是二锅头 我带的这个酒 一般人都喝不起的 这酒再贵也就是茅台吗 还能喝不起 那什么酒啊 一般富翁福特家 这酒怎么没听过呀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呦 杨子 挺悠闲呢 彼此彼此吧 老板 你工作做完了吗 没有啊 没做完还不快做 老板 那不得劳逸结合吗 我工作累了 不得歇会吗 杨子 劳逸结合是没错 那你也不能每天 就想着吃喝玩乐呀 你看看 你有工作的心吗 你也老大不小了 该定性了 你这是在我的公司 你这要是在别人的公司 就你刚才那个态度 早就被开除走人了 知道吗 对不起老板 我知道错了 我这就工作 行了 快到中午了 赶快吃饭吧 吃完饭再工作 好 诶 杨子 你这饭怎么这么黑呀 老板 我家水质不太好 所以煮出来的米饭 有点发黑 你怎么不按个净水器呀 这饭吃了对身体能好吗 这样吧 我家就在附近 你中午跟我一起回去 吃点加上饭吧 老板你真好 杨子你多吃点 谢谢老板 老板 你家的米真的雪白雪白的 我家煮饭饮水 都是用的这款美的白泽进水器 你也可以在家安装一个 你看它零添加零足够记的 纯物理过滤 1200加仑大吼量 老板 这个看着确实不错 我平常在家里面泡茶 确实得用点好水 它还有凌晨水功能 隔夜的第一杯水都能喝 RO氯性长效高达六年 还有智能显示龙头 可以随时监控绿色寿命和水质情况 我觉得很方便 对了 你要是喜欢喝茶 我家有很多好茶叶 你都可以带走 我不喜欢喝茶 茶叶就不用了老板 我喝我的茶叶喝习惯了 别的我喝不惯 那你平时都喜欢喝什么茶 我也买点茶 熊猫茶 记得关注我哟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最近大家辛苦了 咱们周末去聚餐 餐费咱们AA 所以大家自己都准备点什么 什么 跟老板聚餐还要AA啊 哎呀 你现在都不知道 我每次聚餐都AA的 我们都习惯了 那我买些水果吧 工夫都没发了 就聚餐 那我到时候提前 递几个小龙虾 到时候咱们可以分着吃 不错不错 够了 我还准备烧烤给大家呢 哎 杨子 你准备带什么给大家 啊 老板 我没准备吃的 杨子 你怎么那么扣呢 我一个新来的都知道 准备水果呢 大家好不容易野餐一丝 你什么都不准备 你也好意思呀 我没有空手 我想着给大家 带一瓶酒一起喝 我平时真是小乔丽呢 你真是扣得可以呀 就是就是 我们这么多人 你就带一瓶酒 喝几口就没了 怕是带一瓶二锅头来丢人先演吧你 哎 小赵 你带的什么呀 我就不去了 最近家你正准备装修结婚 这装修真的太麻烦了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哎 杨子 你家前不久不是刚装修了吗 杨子 可以看看你家装的什么样吗 可以呀 看你家装修的好好看 你是找着哪家装修公司啊 我是直接找到百安局 直接一口价全无整装 可是我听说装修公司都有真相 放心吧 百安局全程零增相 超出部分有百安局承担 那装修环保能达标吗 当然了 环保不达标 全额退款给你 有权威机构环保检测 专业第三方环保假权之理 现在签订还送十万加入助理包 小赵 你看杨子都把你的装修问题解决了 那周末咱就一起去呗 哎 对了杨子 那二锅头你就别带了 大家都喝不惯 老板 我带的不是二锅头 我带的这个酒一般人都喝不起的 这酒最贵也就茅台呗 谁还能喝不起啊 你带的什么酒啊 亿万富豪古特加 酒怎么没天贵啊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来来来 我洗了一些葡萄给大家尝尝 你们一定没吃过 谢谢杨子 杨子 你说你自己不工作就算了 你还影响别人 老板 我这不是看大家工作太久了 累了 让大家休息一会儿吗 现在是休息时间吗 现在公司都什么样了 今晚多加班一个小时 老板 你不能总是让大家加班啊 你这样会把大家身体累坏的 我们每天在电脑前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这样对颈椎非常不好 我现在的颈椎就可疼了 杨子 你现在能耐了是吧 开始教育起我来了 干脆的老板你当得了 老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理解理解我们 行 那咱们公司以后就取消加班 但是你要在工作时间内 任任真正工作 好了 杨子 你不是颈椎疼吗 来试试这个 这个是背轻松耐克5 颈部按摩器 我也是经常坐着对着电脑 我的颈部也不好 但是戴上这个就数字多了 两种使用方法 颈枕或者手拉 你喜欢用哪种都可以 它高度还原 食指真柔捏触感 按摩的同时还能热敷 高能马达强力给劲 还能去医院 给你沉浸式的音疗 老板 这个是不是得经常充电啊 哎呀不用啊 充一次电能用一个星期呢 那真不错 一会我也买一个 对了老板 给你尝尝我买的葡萄可甜了 哎确实挺甜 一会儿你再去多买点 给大家吃吃 这点哪够啊 我请客 这段期间都辛苦大家了 还是别了吧老板 我怕再给你吃破产了 那请不是给公司写上加装吗 开什么玩笑 吃几串葡萄还能给公司吃破产了 老板 我这个不是普通的葡萄 我这个是红宝石 罗马葡萄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现在都11点了 你还喝咖啡 不要命了 晚上干干台独 你喝这么多 干怎么受得了 哎 我不想输给那个新来的销售总监 他是我女朋友的前两眼 你可以的 他一下班就走了 明天的竞标 你肯定没问题 还得是强哥 帮我们拿下了一个1000万的项目 继续努力啊 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 菜就是原罪 对了 我下个月过生了 会会说要过来哦 你别沮丧了 我已经知道他动标的原因 客户觉得他比你更加有活力 才把他给他 原来我是说在了状态上吗 像你这样的经常工作到半夜 饮食啥的也不规律 一定要好好关照一下自己的身体 千万别觉得自己还年轻 就不用养生 大错特错 为矿营养 影响着我们身体的方棒未免 像什么生物素啊 辛辛 VA VB2 叶酸 这些你都得补充 我昨天看到他 一直偷偷在吃这个 扇醇男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 我查了一下 里面这些元素都包含了 吃了这个 这样他就能变好吗 那当然了 别看那小小的一粒 它可是富含了22种维生素 和矿物质 维生素B2是能量代谢种 不可缺少的成分 鎂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 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 多重营养按需求 每天吃这一粒就够了 而且扇醇是大品牌了 产品质量是这个 杨总您来了 怎么是你们 我看你们是过来自己骑鲁的吧 这一次项目 杨总已经定了我的方案 谁说的 刚刚已经赶紧我们了 不可能 你们凭什么让杨总问呢 他姓杨 我也不想 你说呢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哎老板 我看你发朋友圈 你们家小孩今天过生日啊 我买了两个巧克力蛋 放你办公室了 杨子 那巧克力蛋那么贵 你买它干啥呀 平时我都不给它吃零食 确实挺贵的 不过小孩子喜欢就好啊 你说你净浪费钱 以后不许买了啊 不是吧 两个巧克力蛋就嫌贵 那两个巧克力蛋 在超市不就是卖八块钱的玩意吗 不至于吧 杨子家是农村的 刚刚步入社会又赚不到什么钱 这对他来讲已经很贵了 以后不许浪费钱了杨子 知道了老板 那以后我可得离离远一点 可别把我的生活档次拉低了 老板 我给你家宝贝买了遥控飞机 一会就到了 不用你们买礼物啊 你们一个月就赚那点钱 买什么礼物啊 都不许买了啊 小王 你赶紧把你买那个退了 今天感谢大家为我家大宝过生日 晚上我请大家吃饭 那个老板 我就不去了 怎么了小辰 你晚上有事吗 我今天晚上约了 跟女朋友一起去看电影 小辰 你前两天不是还因为家里 催你找女朋友发愁呢吗 怎么这么快就有女朋友了 这可多费了面面 我跟她是在面面团团上的似的 当时我一上线就给了 推了好几个当时命令 其中一个就是她 这上面不用加好友就能聊 动态 资料 镜里多眼 多能看到 聊了几天还不错 我看她跟我离了禁酒约出来了 谁知道就成了 真不错 那行吧 既然小辰不去 咱们几个去 对了 杨子 你买那两个巧克力蛋 花了多少钱买的 我把钱给你 你赚钱也不容易 不能让你花钱 不用了 老板 我买的是金色斑点巧克力蛋 难买到的 你拿给它吃吧 这不是超市八块钱一个的吗 不是 我那两个巧克力蛋 能换你一辆车了 杨子 你开什么玩笑 我那又不是玩具车 我看看这个金色斑点巧克力蛋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炸弹 杨子 你还有心在这斗地主呢 我不是叫你五点去和李总谈合作吗 我们跟李总约的不是六点见面吗 现在才五点四十啊 我真是服了你了 这个时间段特别堵车 你知道吗 从我们公司开到见面的地方 就得四十分钟 你也玩了 赶紧去吧 开我车去 老板 还是让他骑我的摩托车系吧 能快一点 这个点堵车特别严重 不用了 我骑我的自行车去就行 你开什么玩笑 你那破自行车得骑到猴连马就去 杨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开玩笑 你的自行车能比摩托车快啊 这要是迟到了合作没摊成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放心吧 老板 我就骑自行车去就行 等着快来挨帽吧 杨子 你不是谈合作去了吗 怎么又在这斗地主啊 合作搞定了 不错呀 杨子 这么快就搞定了 你这玩的什么斗地主啊 这么入迷 我玩的这款涂油斗地主 现实开放连诈模式 骑手就是好牌 配上高倍率分支 轻轻松松就能赢得百亿金币 还能在线举击补过 挑战赢了 金币直接翻倍 我看看 四连诈 倍率这么高 怎么下载啊 现在点击左下角 厂商做福利 上线就能领288金币礼包 288 那我也赶紧抢一个 哎 真没想到你骑自用车 骑得这么快 累坏了吧 一点都不累老板 我的自用车根本就不用登 怎么可能不用登啊 你的自用车会飞呀 对呀 我的自用车会飞 开什么玩笑 你当我傻呀 老板 我没骗你 你看就是这个会飞的悬浮 飞车我新买的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羊子 你有好吃的 怎么不给大家尝尝 就是 羊子 你真小气 你们在说什么呢 老板 羊子不好好工作 在办公室里面吃毒食 我没有 那大家一起吃好了 这草莓不错啊 个头大 真实还多 还很甜 羊子 你在哪买的 这是我家自己种的 今天产量不多 它几百个 只能自己吃了 原来你家是种水果的呀 我还以为是有钱人呢 你好 谁的快递 我的 我的 羊子 咱没钱就不要花钱 这么大手大脚的 你怎么还买这么贵的手机呀 你工资也买不起吧 你这样家里负担多大呀 老板 我没有乱花钱 你还不知道吧 这是我在左下角领的 刚官方直优道呢 这是不错啊 我可以领吗 老板 你让羊子娇娇 我们也想理 上次我看小张也领了苹果实战 还神秘兮兮的呢 放心 我早安排好了 见着有份 不要跟我左下角连接 点立即下载 完成任务就有苹果实战 现在是八月福利月 我还多加了八千在左下角的 这行啊 我也赶紧去下载一个 对了 羊子 你家今年草莓产量不是很低吗 我们也不能白吃你的 这五千给你 你把剩下的都打包到公司来 让我们大家都乘乘 老板 我家的草莓 你给五千的话 我可不能卖 你不用不好意思 虽然这五千块钱有点多了 你就当是公司这段时间 讲你认真工作 不是的 老板 是太少了 五千连两个草莓都买不到 怎么可能 你一个草莓 怎么可能卖那么贵 老板 我这个是美人机草莓 一个三千多呢 记得关注我哟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你们尝一尝 这是我从老家带的牛肉干 杨子 你拿的是什么呀 老板 这是我从老家带的牛肉干 自己家去做的 味道可好吃了 你老家自己做的 那不是三五吗 我可不吃 吃坏肚子怎么办 就是啊 我也不吃 杨子 你给我尝尝 你家牛肉干让我吃 你们不吃都给我 爸 我刚来城里面工作 没有钱交房租了 你能给我转点吗 哎 我手里也没了 这样吧 我明天再去卖头羊 给你交房租吧 好的 谢谢爸 老板 你找我啊 杨子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这有五千块钱你先拿着 别让你父亲买羊了 老人家羊买羊也不容易 谢谢老板 但是这也不够啊 我租的是深圳湾一号 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心疼老人呢 刚来深圳怎么租这么贵的房子啊 你还用这么贵的手机 你可真舍得 这不就是苹果14 Pro Max吗 这是我在左下角领的 老板 你要想要也可以去拿一个呀 你告诉我了 我也不会啊 我教你很简单的 你点我左下角连接 三五秒先下载一个 完成任务很快就能领到 我在左下角还领了个平板也发货了 这大屏多带劲啊 那我没领到可怎么办呢 不会的 就怕有人没领到 左下角还准备了一万台华为 折叠手机保底 那升级都是一人一份的 杨子 你们快点 谢谢 你看 这平板左下角给我直游过来了 左下角这就去 不过你爸卖这一头羊 都不够你交一个月房租的 当然够啊 够我交十年的了 开什么玩笑 你到底租没租啊 深圳万一号租一个月要十万 你还租十年 你家养的什么羊啊 金子羊啊 但不是金子做的 我家养的羊是瓦格吉尔羊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杨子 时间到了吗 你就下班了 啊 我有点事要先走一会儿 那你顺便把我的垃圾也丢一下吧 还有我的 还有我的 你也帮我扔了吧 我不顺便 等一下我直接去地下车库了 你不是带着一袋垃圾吗 帮我们丢一下怎么了 对啊 明明要去丢垃圾 还说要去开车 你有车吗 你们在干什么呢 老板 你看杨子 我们让他下班了 帮我们丢点垃圾都不肯 他明明就是要去丢垃圾 就是 我们加班那么忙 让他帮忙扔个垃圾都不肯 真自私 杨子 你不加班就算了 同事们辛苦加班 让你帮忙带个垃圾 你帮他们带个垃圾怎么了 再说了 你这不是装着一包垃圾呢吗 把他们的装进去不就行了吗 老板 我这不是垃圾袋 这里面装的是我的私人用品 这下你们信了吧 杨子 换手机了 看着不便宜 不贵 才花了一千多 怎么可能 不是拿买的山寨机吧 其实换新手机一点都不贵 我把我用了两年的苹果手机 放转转APP上卖了两千多 先一千八就换了个新的 而且下单后不用出门 就把手机给卖了 非常方便 你没有闲置的手机和平板 也赶紧去换钱吧 真是不错 我回头就看看 杨子 你为了不帮我们丢垃圾 还把手机丢进垃圾袋里 你也太有心机了吧 我这个真不是垃圾袋 这是我的包 不信你们看 那是误会了 杨子 你没钱就没钱呗 干嘛拿个垃圾袋当包用啊 我那还有几个旧包 明天拿给你 总比这垃圾袋强吧 老板 还是算了吧 你那几个包 加起来都没有我这一个包柜 怎么可能 你这不就是个垃圾袋吗 你不会被骗了吧 我这个叫巴黎世家垃圾包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杨子 时间到了吗 你就下班了 我有点事 要先走一会儿 那你顺便把我的垃圾也丢一下吧 还有我的 还有我的 你也帮我扔了吧 我不顺便 等一下我直接去地下车库了 你不是带了一袋垃圾吗 帮我们丢一下怎么了 对啊 明明要去丢垃圾 还是要去开车 你有车吗 你们在干什么呢 老板 你看杨子 我们让他下班了 帮我们丢垃圾都不肯 他明明就是要去丢垃圾 就是 我们加班那么忙 让他帮忙扔个垃圾都不肯 真自私 杨子 你不加班就算了 同事们辛苦加班 让你帮忙带个垃圾 你帮他们带个垃圾怎么了 再说了 你这不是装着一包垃圾的吗 把他们的装进去不就行了吗 老板 我这不是垃圾袋 这里面装的是我的私人用品 这下你们信了吧 杨子 换手机了 看着不便宜 不贵 才花了一千多 怎么可能 不是拿买的山寨机吧 其实换新手机一点都不贵 我把我用了两年的苹果手机 放转转APP上卖了两千多 先一千八就换了个新的 而且下班后不用出门 就把手机给卖了 非常方便 你没有闲置的手机和平板 也赶紧去换钱吧 真是不错 我回头就看看 杨子 你为了不帮我们丢垃圾 还把手机丢进垃圾袋里 你也太有心机了吧 我这个真不是垃圾袋 这是我的包 不信你们看 那是误会了 杨子 你没钱就没钱呗 干嘛拿个垃圾袋当包用啊 我那还有几个旧包 明天拿给你 总比这垃圾袋强吧 老板还是算了吧 你那几个包加起来 都没有我这一个包柜 怎么可能 你这不就是个垃圾袋吗 你不会被骗了吧 我这个叫巴黎世家垃圾包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这是我们家卖的 你们可以拿回去炒菜吃 臭死了 我才不要 杨子 你家卖皮蛋的 是啊 这是我们家鸡才下不久的 这什么呀 这是杨子的一番心意 杨子 谢谢你的蛋 这个上桌给你吃 谢谢 谢谢 怎么咬不动啊 好苦呀 既然不在山竹腰包皮吃 果然是个像巴佬 行了 你们都别笑了 杨子 这个要这样吃 给 吃这里面白色的 谢谢老板 等一下把我收藏的那套茶具 给我拿过来 小心一点 那一套很贵 好的老板 杨子 老板让你拿他收藏的茶具 去他办公室 好的 怎么了 老板 老板杨子把你珍藏的茶具给摔碎了 杨子你怎么搞的 这可是我在行间那里买的上等茶具 老板实在不好意思 我赔给你吧 你赔 算了算了 你十年工资都不够买这一套茶具 十年工资 我现在一个月是三千 一年就是三万六十年就是三十六万 老板 老板 等我家鸡下了蛋 卖了钱 我就拿给你 你家蛋才是几个钱 别吹牛了 卖房还差不多 老板 你看看这些钱 够不够 天哪 你怎么这么多钱 你卖房子的 没有啊 你不是说你家是卖鸡蛋的吗 是啊 我家有几十万本养鸡呢 那你家养的什么鸡呀 非洲金属鸡 那你平时给我们那个鸡蛋 平时拍卖的话也就六百万一颗吧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我跟你说 杨子这个月的业绩又是倒数第一 我估计他的工资都没有底薪多 我杨子他呀 都每年在这里干下去了 杨子 我看你还是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吧 闭嘴 小王 杨子 你这几个月的业绩确实不怎么理想 可是老板我已经很努力了 做事要用脑要有智慧而不是盲目的去干 老板 杨子这么笨 你跟他说这些也是最牛弹琴呢 对呀老板 跟他说了也是白说 你们别瞎说 我相信杨子 对了老板 我弟弟大学毕业在找工作 咱们公司还缺人吗 我可以让我弟弟过来吗 你可拉倒吧杨子 你都已经够给公司偷后腿了 你还拉个弟弟过来 你弟弟说不定比你还要笨呢 你拉他过来给你垫底呀 不好意思啊杨子 咱们公司现在不招人了 你弟弟在找工作 你可以让他去这个裂聘上看看 裂聘上面名企多 薪资高 福利待遇好 在做职位匹配上更加精准 根据求职者的当前行业 薪资工作地 工作经验 及工作年限等因素 智能匹配相应职位 HR实时在线沟通 一对一面式辅导 反馈快入职快 帮你过滤掉不良的隐患企业 好的老板 那我让我弟弟去历片上看一看吧 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本以为我弟弟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 来到咱们公司 能给公司带来一些帮助呢 斯坦福 老板 我真羡慕你 你这么有智慧 这么有头脑 自己一个人就能开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会赚钱 我都没有你这个头脑 每天只会靠收租 和吃银行的利息维持生活 杨子 你得学会钱生钱 用钱去赚钱 你把钱放在银行 能赚几个利息 这就是你赚不到钱的原因 确实没有多少利息 一年也就有个三五百万 还不够我的零花钱 一年三五百万利息 杨子你不得存银行一个多亿啊 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收租啊 你家啥房子 能收那么多钱 印度安地拉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诶 这是谁的碗呢 等一下来我办公室报销啊 老板 这好像是杨子的 听说好像是他爸爸帮他拍卖过来在站框里来 嗯 他这个叫六十万一只 这个可是装成话率的一只五十万一颗 开卖的话也就六百万一颗吧 那那什么小王 你就当没看店 老板你相信我 我挺超野的 你去拿个五零二就要到我办公室 男子 你干嘛呢 老板我在认真工作呢 什么事情让你亲自来做哎 先让我帮你做好 老板 我是犯了什么错吗 你别有压力 老板关心员工是应该的 嗯 你说老板今天吹的什么风啊 哎我的碗怎么不见了 你看到了吗 我不知道哎 杨子 你上次不是说 想申请一台手机拍摄吗 来 这个给你用 老板 你有点不对劲吧 这手机可不便宜呢 没有没有 这不是年终了吗 放点精神 这段时间大家工作辛苦了 公司为了向大家表示 诚挚的感谢和慰问 下了学本 找官方磨了很久 给大家争取到了 足足2000台苹果13 都是全新正品代发票的 让大家换上新手机 你们说给力不给力 谢谢老板 给我也来个老板 想要的赶紧拼手速啊 这些苹果手机 都放在评论区置顶链接了 链接能点开就还有名额 数量有限 真实有效 绝无套路 看到链接就赶紧抢吧 提醒一下啊 先到先得 你赶紧去抢一个 这是谁的关系片 真确的 这垃圾厅吊了一记 这不是我找了很久的碗吗 怎么碎了呀 是老板打碎的 杨子 对不起 我打碎了你的战锅入窑 你开个架吧 我赔你 老板 战国哪有什么乳窑啊 这个就是普通的外卖碗 我看着好看就留下来 吓死我了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不好意思啊 面试要迟到了 老板 听说今天面试的里面 有合作公司老板的女儿 啥 我马上过来 你好 面试的是吗 请到这边了 这是来面试的吗 是的老板 杨子是吧 你这简历过不了 为什么 基因不行 你爸妈是不是尽情结婚呢 不是啊 那你爸爸是不是娶了你舅舅的妹妹 嗯 好像是 那怎么办 果然脑子不挑 爸妈 你看我新面试的这家大公司 环境怎么样 哎 你这手机拍子好好看哦 是什么牌子的呀 这个是二手华为Mate 40 Pro 华为的像素确实很没错 哪买的 我在转转上买的 二手华为Mate 40 Pro 才花了2600多 你心机便宜了一大半呢 你看多新啊 哎 这看不出来是二手的 对啊 这呢 是一个官方的二手平台 哪台手机都经过真人检测 特别靠谱 上面的二手电脑跟平板也很不错 全都保持一年 强烈推荐你买二手 就买官方验过的 这么好 那到时候我也去看看 哎 对了 你心机前都不少了 我爸爸和他们老板认识 我到时候可能评这个说 我和你说的这个事情有保密哦 哦 我们要的是有三年工作经验以上的 你估计啊 不太合适 好吧 哎 刚刚爸爸还拉着我问他 跟他聊天 哎 哎 杨子小姐等一下 你的姐妹我不想问我 同时 别是通过了 啊 为啥 你长得不想 别是你 啊 哈 啊 方便问一下你的期望薪资吗 呃 有点高 没事 先进 欢迎你一天过来上班 好吧 啊 好吧 这个呢是上一周新入职的员工资料 你看一下 8万你把我工资给他好吧 嗯 不是说 合作公司老总的女儿也来面试了吗 你看 杨子 22岁 今天早上他一来就抢我车 还好我让给他 走 咱们去拜访一下这个大小姐 什么事情让您亲自来做呀 以后你会认识就是试吃吃遍我们公司所有美食 来 来 我就负责吃 对 你可给小小吃吃也是门学问 你每天要试吃20款产品的 而且你每天要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 保证完成任务那我开吃了 嗯 辛苦啦 好 我会 FERFETTI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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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